另一個問題,先回到特朗普那裏 特朗普現在是唯一一個 歷史上是唯一一個有重罪在身的當選總統 好像是吧? 是啊,還有一堆官司 所以你看到所有媒體第一時間說他準備特赦自己 說就是這樣說,但是美國的法律說 至少特朗普牽涉的 牽涉的罪行尤其是Stormy Daniels AV女性那個 那件罪是涉及國家行為 即是State crime State matter 根據憲法來說 如果你是牽涉State matter 國家事務層面的罪行 其實是連總統都無法突赦的 那所以呢 即是你上了任之後 如果你要 你會有一場debate 起碼就是有一場掙扎 那誰可以赦免他呢 其實就是你犯罪那個州的州長 就像你紐約州一樣 紐約州呢 紐約州呢 紐約州的州長可以赦免你 但是紐約州不會赦免你 如果你說州長來計 那是民主黨的 那個人是 但是你喬治亞州的 可能是可以的 因為現在 喬治亞州現在是哪個 現在是 你不知道是不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但是你至少那個州的選舉人票 就是現在是選了共和黨的 那你也要看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你怎樣解決 那如果你只是可以州長去赦免你的話 那我猜啊 就是Donald Trump就會跟這個州長 是做政治交易 嘗試去 那你也不用擔心啊 Georgia那個現在還是共和黨來的 共和黨 是啊 是啊 特赦來講呢 按法律計 我剛剛看過 原來其實就是 就這樣排名上面 是不行的 因為其實那個是牽涉state matter 那那個是他自己也不行的 另外呢 講法律啦 就是說呢 其實你整件事沒判的嘛 理論上呢 什麼為之特赦呢 特赦你是要判了有罪 是啊 判了有罪 當事人 也都承認了有罪 你是上訴了 都判了是有罪 你才可以特赦的 那但是你現在這件案子還沒結束 所以按程序上面呢 應該要打下去的 那就是 但是那個 其實現在那些全部都上訴的嘛 所以才繼續拖 是啊 是啊 理論上是這樣 這個就是 所以這個就是 會有一番掙扎 會有一番掙扎 你說憲法上面就不給 但是似乎各個都覺得無所謂 而 美國的選民呢 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呢 也都當他看不到他嘛 都覺得 你上了去你就自己會搞得定 那怎麼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你特朗普一直在主打的幾件事 通脹問題 傾銷問題 你搞定這兩件事 後面的事有利 大家都接受了 他一向說錯話 一向接受了他亂來 另一件事 我還想說 現在呢 特朗普會用什麼人 特朗普會用什麼人呢 我剛剛就 另一這邊有說 那就是他前朝的官員 那些 也就是這個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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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不少新人 他說到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 Chief of Staff 這個莫寮長 莫寮長 這個 Win Spears 這個新面孔 沒聽過 Attorney Journal 這個新面孔 很多都是新面孔 Licky Haley Licky Haley 就是跟他一起選總統 那個女人 就是那個女人 就是做過聯合國大使 他就會做回聯合國大使 又做回 又回兜了 教育部部長 那些不太重要 對我們來說不重要 這個叫做商務部部長 就會找Ribber Ross Ribber Ross 他做過了 Ribber Ross 也是做回前朝的官員 16年那些人 有哪幾個會翻譯 有哪幾個會變成新面孔 大家都在猜 這個是不是趙小蘭 這個交通部部長 Elan Chow 趙小蘭 這個似乎是 這個重要 財政部部長 財政部部長 這個之前就是沒有老陰 現在是不是又是沒有老陰呢 但我剛才看新的名單 就未必是 沒有老陰的話 你就要延續 跟這個中國的中美貿易戰 那個談判 這個就是重要 這個就是 不是 怪怪的 因為我剛才看第二個 這個應該更新的 這個應該更新的 這是今天的最新的 特朗普會選哪些人 得到的消息是哪些人 第一財政部部長 全部都是新面孔 我記得Larry Kudlow 這個是白宮顧問 其中一個白宮顧問 財政部部長 可能會選擇萊特希澤 萊特希澤去年是做貿易代表 現在變成財政部部長 可能是 之後做財政部部長 都會去中國 這個就是國安顧問 國安顧問 Richard Grennell 這個未聽過 接下來就是國務卿 國務卿就找Robert O'Brien 這個重要 Robert O'Brien 如果找他做國務卿 就搞笑了 因為 之前被中國制裁了 上一任第一任的政府 第一任的特朗普隊 有一班人被制裁了 蓬佩奧當然有份 所以不要關注蓬佩奧會不會回朝 有蓬佩奧有納阿羅 有奧布羅恩 奧布羅恩就是剛剛的 Robert O'Brien 就是這個 他是會做國務卿 可能是 他做國務卿的話 他會去中國 你被中國制裁了 你被中國制裁了 你怎麼去中國 就是看你大陸怎樣 你敢不敢不放下制裁 你敢不敢不解解 你解除制裁 拜登後期 大家會看到 習近平的姿態 其實沒有那麼強硬 這個很重要 如果他做的話 這個就會令中共很尷尬 習近平已經打電話給特朗普 要一團和氣 要雙贏 要合作共贏 如果你繼續制裁奧布羅恩 要怎麼合作共贏 這三個是選擇之一 應該這麼說 你習近平拿李家超去試APEX峰會 我不是奧布羅恩試回你 這就是奧布羅恩 奧布羅恩 第二 蓬佩奧 是做國防部部長 你做國防部部長 沒有那麼多機會 跟中國做交流 但也有 防長也會去中國 你經常要兩軍對話 他要打電話 打電話就沒有所謂 但你會到訪中國 你制裁的話 你怎樣 你制裁我們的國防部部長 我知道你制裁了 我又不怕你制裁 我又用他做防長 你跟他談 對嗎 對嗎 你跟我玩制裁遊戲 所以蓬佩奧那時候 說世紀笑話就是這樣 現在他真是回朝話 這個就是世紀笑話 蓬佩奧回朝 這個擺明 就跟你中共的制裁碰� 你會不會解除他制裁 你解除他制裁的話 就變成習近平要自割 嗯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做回國務院 會過癮一點 因為跟中國接觸會多些 嗯 其他人 這些不懂 Kip K. Lott Tom Horman 這些不懂 這些就是 Homeland Security 不重要 對我們來說不重要 Apterning General 其實檢察官那些不重要 這個對我們來說就是 Chief of Staff 這個大內總管 不懂的 主要就是兩個人 一個就是龐佩奧 就是 你看回這個制裁 list 一個就是龐佩奧 一個就是奧布羅恩 納瓦羅就不在 納瓦羅之後 納瓦羅好像坐牢 我記得他坐牢 不知道什麼事坐牢 主要兩個人 如果真是回朝的話 就令到習近平很尷尬 這個就看看怎麼樣 這個都幾過癮 如果他回來的話 大家要儲籌碼 看看 習近平說什麼 他這次 他就主動打給Donald Trump 他們真的兩個人 就是通了電話 他們兩個就是 Donald Trump 昨天說 第一時間 要跟習近平 就是要講電話 講完電話 但是 今次 就是中國駐美大使館 就不肯說 不肯透露詳情 CNN說他們 11月7號 昨天已經是對話了 但是他沒有透露詳情 賀電的內容 就說 好像 以有所指 現在就不說 不對抗 不對衝突 現在 對Donald Trump 就是 有些政策上的轉變 其實習近平已經變了很久 他那個叫賀電字眼 就和第一任 對Donald Trump的賀電字眼 就有點不相同 他說 他那時候第一次 就說 衝突不對抗 互相尊重 合作共贏 那現在是什麼呢 現在呢 他轉了新的說法 就是說 互相尊重 和平共主 合作共贏 其實對著拜登也開始這樣說 這個 這個就是對應美國對華政策 美國對華政策 就是什麼 就是競合論 應該競爭又競爭 應該合作又合作 應該合作 說這些是什麼 就叫做 這樣做是門當戶對 類似是這樣 這樣的意思 但是 就是 習近平做的事情 就不會說出來的 他喜歡鴨子嘩嘴 自己暗底裡搞的 就包括 就是這個 就是 我們 等一下會說 這個就是 夏寶龍堅那些政商巨頭 但是說之前 先說這個 烏克蘭 烏克蘭 原來有一筆數未找的 就是拜登 是還欠 習近平的一筆數未找 因為其實他之前 國會通過了 就是有六十億美金 原來 有四十三億美金 還未到戶 還未到帳 以及武器還未送出 現在 唯有 趁拜登 剩下這兩個多月的時間 剛剛好兩個月的時間 剛剛好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多一點的時間 就盡快批了 盡快過了 最大的錢 就是你現在的這四十三億 加上武器 是不是可以在現在 剩下這兩個月的時間 做法 在前線裡面 在戰場上面 佔到一些便宜 就令到你真的 去到談判的時候 就情況會好過些 但是這個 這個博弈 就不只是你做的 他知道你 拜登 你時日無多了 俄羅斯 他就是先發責人 扎連司機 昨天也說 俄羅斯現在 在戰場上面 顯著的升級 是吧 那 就 突然間很進取 是吧 就 變成現在 烏克蘭捱打 正正是捱打 他才說 我們要有足夠的武器 不是在口頭上的支持 這個當然是說拜登 是吧 只是在口頭上的慷慨 又說通過了又行 那四十三億都還未到 正正就是普京知道的 普京知道你的錢還未到 就是等你到之前 就盡量狂軍 盡量就找那些 這些北韓人來做炮灰 是嗎 是嗎 上個月已經是這樣的 人海戰術 跟你玩 但是很搞笑 但是北韓軍 原來他們有些 有些糧響 原來是狗肉 那些俄軍 吃完都不知道 只是玩得中了一幅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這件事 你現在是 膽盡量絕的時候 什麼都吃了 是不是 嗯 經濟上 經濟上 都很不行 俄軍自己本身 那 就是 俄羅斯士兵 這個PTT PTT 有說 就是 這個PTT 北韓部隊吃狗肉 就是那些 俄軍在那裡投訴 就有些人說 喂 這個罐頭 有福 我們不吃狗肉 沒有東西吃 什麼都要吃 是不是 大哥 你明不明 其實你膽盡量絕 其實都沒什麼 你去到找北韓支援的時候 就是 你都沒辦法 但是 正正就是 承著你拜登 你最後這兩個月 的跛腳鴨時期 可以打什麼就打什麼 這個時候 為什麼要默碼著 這個阿金仔 要幫他前線 就是頂住那些人先 他就是要 什麼 就是 狗屎垃圾的東西 怎樣都好 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都要在前線戰鬥 是不是 就是 起碼心理上面 就令到你 打擊你現在 烏克蘭的士氣 是不是 喂 你現在 這個 美國又換人了 美國 Donald Trump回潮 美國不撐你了 你變了 然後 前線又受打的時候 你還有沒有 你還有沒有士氣打下去 連登全那些 是不是假新聞 來的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Donald Trump 如何解決 這個俄烏問題 是索性開放所有 遭用核彈 給烏克蘭 真是假的 這樣就不知道 這個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暫時是這樣 基庫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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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麼Larry 這朋友 是嗎 就是 Piton Arrao 不出席 國會召見 OK OK 是 我記得好像 類似是這樣 就是監禁了四個月 很短時期 這個是 好了 我們這一節 就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二千多人 不捨得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講 講香港話 大概給我們 15分鐘 稍後回來再見 OK 拜拜 拜拜 記得開playlist 多謝各位課金 記得開playlist 待會見